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DQ圣典大片曝光 被风极度的花仙子 海风吹起飘逸长裙 万众期待的DQ圣典如约开启 各位明星在红毯上一展阿娜身姿 本身舞台就是争奇斗艳的地方 造型和服装都拉满了粉丝的期待 特别是红毯女王迪丽热巴 天生为舞台而生的美人 此次的迪丽热巴也保持了仙子出场的经验 迪丽热巴的造型与上次的花仙子 有一区同工之妙 满身的艳丽花朵 但在迪丽热巴身上他们都沦为了陪衬 由于是室外拍摄 整个色调都淡了很多 扎起丸子投露出白皙美背 红毯上最耀眼的正面与背面都被迪丽热巴承包了 值得一提的是 海边走秀拥有着其他场合无法比拟的优势 海风助威 女星们的长裙在海风的吹拂下格外灵动飘逸 更显优雅动人 迪丽热巴走秀时仿佛被海风极度一样 源源不断地吹着印满花朵的裙摆 迪丽热巴自从第一次穿低胸装后就无法停下来了 这次也是低胸长裙 傲人的身材确实碾压了众人 女性想要的白瘦又迪丽热巴都占了 并且该有肉的地方她都有 就连女粉都觉得这是人间有物 完美的不像话 每次红毯上的女星走秀都会被粉丝暗暗比较 一旦有迪丽热巴出现的场合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看向了她 如果真的有走秀排名 迪丽热巴便是难逢敌手 这一次 迪丽热巴还是毫无悬念地夺得众人心 傲人的身材绝美的容颜 让迪丽热巴在娱乐圈发展迅速 但她却并不自信 最初的红毯之上 她总爱低头 穿着也十分保守 这几年不断参加活动 让她阅历丰富了不少 如今肉眼可现的自信 抬头挺胸走姿端庄 这些年来 迪丽热巴因为颜值高 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例如在演技上 即使夺得好几个奖项 大家依然觉得是美貌占据了主导 否定了大多数的努力 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